大家老師為了了解班上31位同學數學競賽的答對題數 統計得知答對題數是答對1題的、答對5題的、答對10題的都是4個人 答對題數是3題的、答對8題的、答對9題的、11題跟12題都有3個人 答對題數是2題的、有2個人、4、6題的都有1個人 班上同學答對題數的中位數為何 這個答對題數是考試的分數 考1分、考2分、考3分、考4分、考5分 一直到考12分等、考1分等有4個人、考2分等2個人 那麼他的中位數是哪一個? 他的中位數因為全部人數是31個人 那你資料給他重排以後的話 從分數低的到分數高的 第16個人的提數就是中位數 第16個人的數字是累積次數 這是4個人 這是6 6加39 這是10人 用累積次數 這是14人 第16人 第16人 第16人在這裡 所以中位數是8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選多少? 應該選D 8題 答對8題的 那個是中位數 所以答案選D 不是 可以嗎? 是